雪斗山被誉为四明第一山,拥有四明山之脉的最高峰,海拔八百米,北宋仁宗皇帝赵真梦中到此一游,而得名应梦灵山。 中国五大佛教明山之一的弥勒佛的道场,为天下禅宗时差,所以由海上彭来,路上天台之美誉。 佛教公认弥勒化身,布袋和尚,其入室出家,即是弘法,传经不道,原济归藏,均在凤化及雪斗山。 且当今雪斗山独居弥勒研究中心,满足佛教理论研究中心,修行实践中心,传教弘法中心,朝禁游览中心,国际交流中心,五大中心要素,故称之弥勒根本到场。 景点介绍 雪斗山风景名胜区全境85.3平方公里,风景区范围54.8平方公里,外围保护地带面积30.5平方公里。 景区以雪斗古叉和千丈岩瀑布为中心,四周为环列,东有五雷,梭罗,东翠珠峰,西有屏风山,南有天马,翠卵,西南有像鼻峰,石笋峰,乳峰,中间是一片广阔的平地,有千丈岩飞铺,雪斗寺, 庙高台,徐福岩,林海,三隐坛,全球最高的同志坐姿,弥勒佛造像等景观。 徐福岩 徐福岩瀑布位于凤化市西口镇雪斗山,中崖峭壁,臂立万人,相传有仙人祈福在此徐须上天,顾名。 徐福岩延生草木,从簇弄影,顶部有巨石横空突出,森然若仆人,远望如巨园以天而居,故称之为居侯颜。 瀑留自去深处的树林间横飞,只如银河道谢。 宋诗人王石令诗云,绝合掺空云与平,横飞寒铺万年生。 仗离平过人间险,独向千山顶上行。 锦静池 锦静池是一口开发于南宋时期的古池,位于浙江宁波凤化雪斗山雪斗寺前幅龙桥与关山桥间。 池身八尺,南北长四百三十尺,东西宽二百一十五尺。 千丈岩 千丈岩瀑布水源来自雪斗寺东西两边山谷中,四东那条建水。 从中峰白龙洞环流到雪斗寺南边,四溪建水从屏风山雪峰玉龙洞经过十八折而泄,抵达雪斗寺南侧。 两条建水在雪斗寺前面芙龙桥下相会合,流到锦静池,穿过关山桥,冲出崖口。 庙高台 庙高台又名庙高峰,天柱峰,是雪斗山景区中的主要景观,背靠大山,中间凸起,三面峭壁, 下临深渊,地势险峻。 庙高台后面的建筑,是蒋介石在1927年建造的私人别墅。 抬头所见,二楼中间悬挂着白底黑字的庙高台横扁,系蒋介石亲笔提写。 别墅的天井中间,保留着一座石塔,是清出雪斗寺方丈十七禅师的设立塔。 清顺至八年,石七禅师重建雪斗寺,使雪斗寺佛光重开。 他去世后,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绩,于雍正四年建造了这座石塔,以致怀念。 三隐潭 三隐潭位于雪斗寺西北五里许。 建水从冬奥村流入崖口,折为一铺,再落山腰直至山族形成三级瀑布。 所以,称为三隐潭,全长一斤六百多米,从高到低,分别叫做上隐潭、中隐潭、下隐潭。 上隐潭以悠闲见长,中隐潭以清秀取胜,下隐潭以奇秀称绝。 三个隐潭尽管地处深山幽谷,探访步履艰难,但九唇不怕向子深,游人仍落意不绝。 著名寺院 上学斗由永平兹国教寺、文书院、奉祠寺等。 永平兹国教寺始建于唐贤通八年。 该寺庙是上学斗组团的核心寺院。 功能定位为高端禅修,主要有禅修大讲堂、礼佛堂、疗坊、禅修经社及相关配套设施。 对于提升名山建设、丰富名山内容、体现名山形象将发挥重要作用。 中雪斗由雪斗寺、太虚蒋寺、华林蒋寺、瀑布院、水建严经社等。 雪斗寺照创于近代,兴起于大唐、鼎盛于两宋、辉煌于民国、复兴于当代。 雪斗寺前身为近代的瀑布院,后改名瀑布观音院。 唐代遗至金旨,宋代更名雪斗滋胜禅寺,为全国武山时差之一,至今约1700余年历史。 从唐朝一宗帝到清朝光绪帝,千年来,共有十二位皇帝赤裕、赠经、赐物。 以不同的方式垂青雪斗禅寺。 下雪斗有资福律寺、鲍国寺、大慈禅寺、法华寺、东翠寺等。 据宝庆子名旨,在资福律寺为南朝梁武帝赵令所建,资福与资国、资盛、河北雪斗山三大丛林,南宋舒坛大家张吉之曾为山文提额资寿山。 资福律寺为雪斗山新一轮名山建设下雪斗祖团的核心寺院。 弥勒圣坛 弥勒圣坛位于雪斗山路路口东侧,是下雪斗祖团标志性建筑。 总占地面积约300亩,建筑面积约35万平米,总投资于10亿元。 弥勒圣坛利用天然山梯边缘和现在材料织布而成的花苞,外形隐喻着弥勒未来佛。 主要建筑包括龙华法堂、大祠之门、大祠吉祥宝殿、兜率天宫、虚弥山、两岸文化交流中心、弥勒博物馆、弘法广场等。 弥勒圣坛不仅是一座大规模的弘法礼堂,还将运用现代科技、艺术等手法。 重现弥勒菩萨在兜率天宫讲经说法以及龙华树下成佛的圣经。 弥勒大佛 大佛造像总高56.74米,以为佛教所称56.74亿年后,弥勒将从天上兜率弓下升到人间成佛,于龙华树下三次说法,普步众生。 其中佛座高33米,以为弥勒化身布袋和尚于三月初三圆寂成岛,和弥勒现在33天兜率弓底说法。 佛座下莲花足有56朵花瓣,予以中国56个民族的美满圆容。 大度弥勒佛像成比丘相,据菩萨意,挂不带形,献佛此言。 额头宽大表智慧无量,慈悲佛言表示此心无尽,双耳垂肩予以偿命富贵,笑容可居表示失乐人间。 坦腹路腹表示坦荡包容,左手提布袋予以提起责任,把握未来乾坤。 右手握佛珠至于膝上表示放下烦恼,左腿盘坐表示宽心自在,右腿趋立表示行动就在当下。 登上连台,恭报佛脚,即为亲近佛身,寓意知足常乐。 下面我们以布袋和尚的一首诗迹作为结尾。 我有一步带,虚空无偏爱,展开便十方,入十观自在。 无有三宝堂,理空无色相,不高亦不低,无遮亦无障。 学者体不如,求者难得养,智慧皆安排,千中无一将。 四门四果生,十方尽功养。 无有一区佛,是人皆不识。 不素亦不装,不雕亦不克。 无一滴灰泥,无一点彩色。 人画画不成,贼偷偷不得。 体相本自然,清净非福士。 虽然是一区,分身千百亿。